五星級的十斤海鮮湯麵 請開始示範 切這麼薄 它是薑片不是想吃 所以湯頭可能也會放羊肉 味道比較夠 其實你現在在做什麼 煉蝦湯 就剛剛說的要煉蝦湯 要控湯 真的要用蝦肉 先煉湯 要控湯 油的溫度辣高 把這些 這些辛香料先炒香 炒香了以後 我們再把蝦殼蝦頭了 放進來炒 熬出來的蝦湯顏色 比較不會柔柔 然後記住一定要滾水 急促一滾的時候 色澤就很漂亮了 直接一次下半碗 半碗 滿重的 我這邊用一半的蝦湯 另外用一半的麵湯 這個很重要 當中下鹽巴 這麼多 要這麼多 才夠鹹 對 麵這麼多煮 麵才會Q 麵才會Q 對 我準備一鍋的清水 準備做冷饕的動作 好 麵條的麵粉 它會因為你做這麼一個冷饕 清洗過 它的麵條 待會兒你們吃的時候 它很順口 很滑溜 它不會因為這樣子 吃水 會吃水 但是吃水 我要放到這一鍋裡頭的時候 我再混一下加熱再放過來 就比較好 那麼這裡面還是鹽水 碰到鹽的環境之下 它還會釋放水分 它甘水甘不住 除非說 你就這樣撈起來直接放 那當然它會吃水 而且味道還會變淡的 好 芹菜豬花狀 切0.5公分小丁就好 也不要切得太細碎 太細碎的話在高溫當中 它一下子 它一下子就很爛 很爛了以後 當你去舌尖點到它的時候 沒有清脆的芹菜香味出來 我現在煮的這個紅色是 台灣式的豬飯 台灣式的豬飯 這邊紅肉的部分稍微拿掉一下 不要浪費 直接掉進去 空腹 我丟掉 沒有要丟掉 好 那這個蝦 一次 好快 跟它放一起 那接著下來以後 厲害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麵條 我現在給它的成熟度 其實只有抓大概八分熟 麵芯還會有一點夾身 放鹽下去 你看這個麵多Q 有 這個麵很Q 來 我現在把它放到深水裡頭 來 那現在這個蝦湯可以了 這個湯頭多重要 好濃 加進去了 然後現在再加 掏洗過的麵條了 它麵條等一下在煮的時候 它會特別的Q 我澱粉都洗出來 對 皮表的澱粉把它洗出來 好 我們需要再一點點 它會吃起來更清爽對不對 很清爽 很清爽 那我現在正式爆香 一點點香 一點點香油進來 這麼薄 不用太多 太多 這個薑的味道會搶掉 每一個鮮的這個效果 因為我們食材很新鮮 不是要說透過它怎麼樣來 達到雛心的目的 不用 所以不用下太多的薑 不要 提味就好 並不是薑燒麵對不對 對 沒錯 那現在呢 薑燒麵 為什麼要先放小白菜呢 它的梗可以先加熱 梗不然我們再放一手 梗先進來以後 來 這個湯進來 這個湯當然不夠 我再補一點 然後有鹹度 這個有鹹度 那我這邊就不要調味就好了 鹹度也太棒了 那麼 這個的麵湯有什麼好處 我們去路邊吃米粉湯 你注意看 整鍋在那裡烤的那個 湯頭一倍比較好 對 因為米粉的澱粉就融到湯裡面 很鹹 很鹹 你會不會今天晚上就要洗腎 這鹹很明確吧 很鹹 它用得來調味就好了 湯底 加了甜在嘴 我再洗一次 蝦頭再洗一次 從上面在舀上 最後再來處理 對 因為它很容易熟 很鹹 就不會熟透的 對 對啊 哇 哇 天骨 對 這邊有點調妝 漂亮 嗯 快 漂亮 還可以再補一點點 微量的鹽進來 為什麼你海鮮都還沒有下 你就先去調味那個湯 它也是抓好啦 它有可力還是會釋放一些鹹味出來 才照著調料 它其實是對那個鹹味 什麼食材會適合什麼 它已經抓著 它已經先想好了 先想好了 這個水滾了 我放進來 再燙一次 為什麼不讓它直接下到這邊來 直接下到這邊來 它這邊吸的淡水 會淡化掉湯頭這邊的味道 那我在它鹹的環境當中 讓它再把鹽分再吸到它 自身裡頭來 我再放到這裡 它就不會搶味了 好 可力開了 它開了以後 我不用去浪費時間去撿 不用撿了 沒那麼多時間 尤其現在一粒一休 哪有那麼多的時間 時間就搞這一些 我現在這個鹹水裡面 它裡面水都湯出來 我再放進來這裡 這樣就好了 再一起煮一下 對 把這邊的味道給進來 好 這樣就好了 現在起鍋的時候 蔥頭 芹菜煮的都放進來 好特別 好香 好好吃的感覺 好 起鍋的時候米酒 胡椒 胡椒 胡椒等一下放 現在要看著海鮮熟就可以起來了 對 好 那麼整個煮透了以後 來 我們起鍋的時候 麵條放下面 料淋在上頭 剛好一碗 真厲害 這個可以吃得更好 剛剛好 那麼現在皮表了一點點的胡椒粉 分量拿得真好 那麼一點點的香油 來 石井海鮮湯麵完成 請品嘗 請品嘗 好香 好香 來 請上桌 品嘗 想吃阿基斯的石井湯麵吧 想吃 超級想吃 這一碗現煮現做的 來 好香 夠了吧 好吃 湯好好喝 好鮮 好好吃 湯真的好喝 謝謝 很Q 真的麵條很Q 來者是客 先吃你們的 它麵很Q 這麵擺了一下還是有差略的 湯體單薄了一點點 沒有那麼滿 我還覺得我還不錯的 我也很好吃 來 請吃我的 太厲害了 他們怎麼樣 我們味道不一樣 味道不一樣 味道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比較濃 味道其實滿夠的 準備舉牌 石井海鮮湯麵 剛才平手 就看這一關 獲勝的是 1 2 3 出來 好 太可憐了 這次又顯身了 保住了 上次一樣顯身 這樣的事情先發表 這邊的蝦湯真的還帶有一點腥味 因為你要炒開 炒到那個蝦殼要炒開 腥味才會拉掉 那這邊很濃 蝦味很好 可是還是那句話 如果是黑麵的話 你這個是非常好吃 但是海鮮麵的話 其實有一點有帶上去 下次我會注意 但是因為這邊有腥味 所以我必須要選到這個 但是 烏冰城他不這麼想 兩邊喝完之後 反而我會比較喜歡哪邊 因為第一個 你的味道重 再來 因為它是湯麵 湯麵你不可能 只有像我們這樣子 吃一口而已 所以你會吃 它顯味有點太重 反而你第二口也不能變成 你只能吃這些料頭而已 了解 阿姨是總結 這一票太重要了 這邊可惜的地方是 有些許的腥味 沒有掌控好 吃到有 然後吃到湯麵 炒粥味炒粥味這樣 這顆比較可惜湯 所以我分數就往這邊下 3比2 恭喜真正熊下飯 顯勝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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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拿成湯麵 你拿成湯麵 謝謝阿姨 謝謝 帶回家的感覺不錯吧 對啊 把自己的產品帶回家 我家 一直都有 那你可以送來賓啊 送貓貓 對啊 送給貓貓貓 好意思 謝謝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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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今天評審 來給我們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 謝謝 謝謝四位 謝謝 歡迎收看 新南大乳酥 祝全國喜歡吃海鮮 湯麵的朋友天天都幸福 晚安 拜拜 晚安 拜拜